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本是男儿生 他的前生乃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慈行大士 为了解救云云众生 甘愿将夏凡间转世为女子救度世人 慈行夏凡之前曾在仙界看到东土众生为了贪图享乐 整日沉迷于酒色才气无法自拔 而且连年征战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造下无边罪孽 以至于一团乌云在东土上空盘旋难以相散 众佛觉得凡俗人的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教化 而慈行却不忍见世人受苦 认为应该想办法度化他们脱离苦难 谁知就在众佛谈话之间 一条黑鱼突然从池中一跃而起 盗走经书逃下戒去 众佛见状十分担忧 这黑鱼平日里就经常犯戒 偷鸡取巧不安分修炼 如今盗走经书只怕会给人间带来祸患 于是慈行大士决定向佛祖请愿降下凡间 度化云云众生解救世人脱离苦难 随后慈行在佛祖面前发下宏愿 慈行是凡臣女子 堕落者和所受苦难都大于男子 慈行欲脱化为女生 以解此舞灭之灾 为后世女子做个榜样 使之同登土皮绝路 佛祖见慈行心甘情愿 为世人做出牺牲 欣慰不已 于是让他交代完仙界之事以后 就可以下凡投胎 此时凡间的妙庄王后正巧怀有身孕 妙庄王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为了使百年基业后继有人 皇宫上下都迫切地希望 王后这一胎能诞下王子 将来继承王位 可正常人都是十月怀胎 王后竟然怀孕十八个月还未分娩 于是前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开始借这种反常的现象大作文章 大将军霍宇仗着自己功高阵主手握兵权 竟然居功自傲 串通军师管起了皇上的家事 他认为王后怀胎十八个月 仍未分娩 乃是不祥之兆 此胎定有异常 可能会损害王后奉体 为保王后奉体康剑 小臣斗胆建议 应召天下名义 设法打掉此胎 原本就仇子心切的妙庄王 听到这样的言论 当即恼羞成怒 他与王后抗力情深 无论王后腹中是男是女 他也绝不会打掉自己的亲骨肉 众大臣 见妙庄王如此坚决这才作罢 这天王后焚香祈祷 希望自己为皇上诞下龙子 让妙庄王将伤后继有人 没想到话音刚落 天空竟突然出现五彩祥云 并且伴有美妙的音乐 此时慈航大事已经降下凡间 投胎在王后腹中 紧接着王后腹痛男人即将临场 妙庄王和太后见天空出现彩云欣喜若狂 认为这是天降龙子的祥瑞之杖 谁知就在婴儿降生之时 天空竟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盗走经书的黑鱼故意在观音降生时施法作乱 百姓下的四处逃窜 本就有谋反之心的霍将军 唯恐天下不乱 称皇宫里有妖魔降生 随即带着众人进皇宫捉妖 太后得知王后又诞下一名女婴顿时万念俱灰失望透顶 这意味着妙家江山从此将后继无人 而皇上此时只担心王后的身体 认为母子平安就是万幸 就在太后伤心之时 霍将军和军师前来禀报 称三公主出生时 百姓们都亲眼看到天上出现不祥之杖 认为三公主是魔胎将士 如果皇上不处置 百姓很有可能会造反 原本就失望透顶的太后听信谣言 也认为三公主不祥是霍乱安宁的孽障 我今天晚上就派人把她扔到大海里去 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本是男儿子